Odia Jungle 也丧失了抵抗信心 清廷决定按日本政府的暗示 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启和 徒为中日谈判代表在春番楼会谈二座 中日谈判代表在春番楼和谈会议室 日本谈判的全权大臣伊藤伯恩 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四外部 1895年3月24日 中日全权代表第三次谈判完毕 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在返回行馆途中 找到日本人名为小山峰太郎 及六支柱的枪击 此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额骨 并深入眼下变 徒为小山峰太郎 李鸿章被刺 日本迫于国际舆论压力 于1895年3月30日签订休战条约 徒为部分条款 1895年4月17日 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 与日本政府全权代表一腾博文 陆澳宗光在日本马关春发楼 签订了中国近代世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一一中日奖和条约十一款 徒为签字的现场场面画作 1895年5月10日 日本天皇批准马关条约 中间地图为想破中国割让领土的地图 日本与中国谈判的另一权权代表 陆澳宗光 中日马关谈判中 关于辽东半岛各地变化是意图 马关条约 圆尽风里 依上图文选自日本清花图制 第二 卷家务战争 至日俄战争 官节 官伟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日本清花图制共25卷 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博士研究中心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年度入库项目